無可否認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華委員會CECC 本身成員當中有很多 一直來講對中國很多不滿的或者叫做反華的鷹派 而這個審視去要草擬有關香港檢控官 在政治起訴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報告當中 聽證會上也找到很多對中港的政治很多批判的人士 但關鍵在於這個委員會的報告書 在美國以至國際的影響力是存在的 所以這次他是點名臨定國等16個 香港律政司檢控部門最重要的人士點名出來 這個出來極可能國會會跟進真正宣佈這個制裁 這個會成為了對香港一個司法獨立 或者我們怎樣去保存著一個兩制普通法精神 這個香港所證無記的金質招牌都會打得 當然不能打碎 亦亦亦予以衝擊 對未來香港這方面的表現等等 肯定衝擊會比對個別政治官員的限制更大了 美國似乎是很仔細地盯著這方面 因為昨天他們這個報告 具體到是個位數字 就說起訴了最少2944人 哇 這麼具體 而且包括這些人是什麼人 是記者、示威者、民間社會工作者 即是社工、反對派的政治人物 然後亦都點名每個15個刑事檢控級別的人 他們的職級都列出來 中英文名都有了 那你可知道其實他們已經搜集了很多的資料 當然這就是美國主管總領事館要做的工作 他們的資料反正都是公開的 每一宗案件他們都要講出來 都要掌握了 但這次真的將這麼多資料凝聚在一起 就去處心積慮做這個報告 一方面那些16位律政司檢察部門的人員 包括林定國在內 將來受到美方制裁 列入這個正式名單也都難以幸免 但最重要都不是個人的不方便 或者是那些財政運用方面有少許掣肘之外 而是對香港整個司法系統那種 不信任 這個信任將會引起周圍怎樣看香港 據商界來說 你說香港仍然希望作為一個國際商業中心 如果美國釋出的信息 就是不信任香港的檢控部門 因為律政司處 律政司就是一個檢控部門 不信你檢控部門 是認為你檢控部門是違反了一些法律的準則 你作為該國的商人 你也要想起美國這樣看香港的檢控部門 這個影響之大 近期對香港來說當然有很多不好的消息 但這個我覺得近期是最擔心的 這個很大的 所以掩蓋了另外一個 其實拜登去中東之前 是簽署了一項命令 因為我留意到外交部駐港專員 突然間發表聲明 是針對白宮宣佈再次延長 一個所謂針對香港局勢宣佈的國家緊急狀態 已經無端端有這樣的事情 原來這個不是新事 這個在特朗普年代2020年的7月 特朗普因應香港實行國安法 於是就頒布了這個命令 一頒布這個命令 那時就暫停和取消了給香港特殊優惠待遇 這個看來華盛頓方面都會繼續出招 現在就是再簽就是延長一年 背後當然最大的問題都是要打擊中國 為什麼習近平來香港 其實我不知道那些相關官員怎麼解讀 眾中之眾不是那些政治三磅皮 就是怎樣保持著香港的窗口 因為他都要走出去的 其實就是中國大陸都要走出去 他都知道美國好 或者現在叫美西方 要圍堵中國 很重要就是封了你的窗口 對香港很多事情 其實這是致命的打擊 香港在這方面我們其實很被動 就很慘 就是香港的問題所在 所以特區新班子 剛才看過很簡單的新聞 可能大家不是很多報紙燈 就邱應華說這個布魯塞爾 那個薩尿小童你去過 我去過了 他穿了那套衣服 其實歐洲現在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已經跟以前不同說法 不同看法 我還記得入境處推出特區護照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幾多個國家承認 我們特區護照在歐洲 因為有神根公約就可以免簽證 不是那麼相信的 所以很多的變數 其實悲觀的條件比樂觀的條件多 我剛才提到今天升到很恰巧 應該早前訪問了林定閣 這次來說也是林定閣上課後 比較全面一點 去回應社會上質疑香港國安法 等等檢控的工作 而美國的報告其實也是針對檢控 覺得檢控官員受到政治干預不是獨立的 但你覺得說一件事 他說其實有更多案例出現了 就能夠越來越清楚 本來這番是對香港人說的 但是國際來說這個都很重要 你不是去用一些情緒化的語言 然後你就卑鄙小人我們君子 這些卑劣霸凌行為我們不恥理 這些情緒說話 香港特區政府蓋的用詞 很少會這樣用 現在就真的是這樣用 這是沒有意思的 我引述一次 特區政府發言人說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的中國委員會 嘗試將謊言重複一百次 假造成真理 只反映其小人之心下流行為 我真的過往沒有見過這些回應 這個真的挺配合 內地有時對於敵對的朋友 敵人的針對 但最重要是你能夠在這方面 一個最有力的解說 就用實質的案例 很簡單 你要盡快拿法庭去審 起碼都開始正審 譬如昨天扔磚那個 昨天《明報》 我覺得在行文上特地說 事隔兩年之後 才正式提上法庭 47人初選案 到現在連正式開審的日期都沒有 香港很特別 香港我們還歸仇 一個資本主義的很成功的城市 回歸高舉社會主義的政府 全世界看香港是否可以成功等等 當然現在來說 大家都說香港成功 繼續再展抵例潛行等等 但很重要是看幾件事 一國兩制其中最大分別 香港普通法國的精神是否維繫到 司法仍否獨立 對營商而言對居港的外僑也很重要 我們不如討論到這裏 因為今天人都算多 今天會否集中多講解碼問題 很難估計 因為我們的聽眾 肯打電話的多了 我期望在這個平台上 讓大家抒發一下 因為過去兩天都受不了 幸好可以說一下 這個社會很需要有些地方被人去吐氣 你不要每件事都要控制封鎖 香港現在被外國封鎖覺得很不舒服 你們特區政府也在香港這麼多的輿論平台 你不要全部封鎖 你被人吐氣 其實這是健康社會必須具備的條件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